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晚 星期三晚的直播, 大家晚上好, 有个格仔在这里 这里郭靖图在这里, 大家在这里 那我们就试试这麦麦, 老规矩, OK, 加四 今天我们四个人, 就来说说我们今天要覆盖的话题 那我们首先就要说一下几件事 这一宗就在我们说我们的主题之前 就有一宗关于这个秦岡的下落 现在秦岡就有消息指到 他就没有说离开了这个世界 也都没有说坐牢 很清幽的地方 是的, 那就一如我们所料 秦岡现在被调职 那当然了, 官员的身份就没有了 那现在就在一个很清闲的地方工作 那究竟这宗是什么地方 其实都是官方机构 不是私钢 是的, 那我们稍后就来说 秦岡现在据问他在哪里工作 那这一件事大家都很想知道 什么单位呢 是的, 什么单位, 没错 究竟是什么单位在做事呢 那么政治生涯可以说是从此完结的 那我们稍后就会说一下 之后呢 也有一件事 都比较奇葩一点的 也是一个警戒和告戒来的 告戒大家这什么呢 不是全世界 什么地方都适合做生意 中市这些地方呢 看上去好像很划 喂, 人工很便宜啊, 成本很低啊 是不是啊 那么说的是印度 最近印度法院就判决 我们曾经都好像在香港出现过的 这个Burger King 就是汉保王 那么就 印度法院就裁决了 这间公司不是一间美国公司 而是印度公司 这间印度品牌公司 是的 印度吃牛肉的吗 汉保包不是牛肉 是的 印度不吃牛肉 是的 那就不要管了 总之 印度说 Burger King 是印度的 不是美国的 美国的公司 告到上去法庭 最终都是败数的 那我们稍后就 来说一下 还要被人反告 Burger King 反张一棍 是啊 不单止说 这间公司不是美国那么简单 还要反告回去 反告回去侵权 我们看看这宗新闻 然后也要谈谈 前几天前 这个波音的星际客机 就回来地球了 不过呢 那两个太空人 依然滞留 没有把他们接回来 不够机位 那我们稍后也会看看 咦 为什么星际客机自己回来 但是 那两个太空人都在 国际太空站 那我们稍后也会看看 还有的就是 一些大选的新闻 因为美国大选都快到了 所以这个时间 很多的变化都会出现 例如就是 普京公开支持贺锦丽 普京公开支持贺锦丽 其实代表他很懂得玩 一个游戏 这个游戏 只需要说几句 就可以令到美国大乱 也都令到美国的选情 出现戏剧性的变化 而且在未来代替拜登的贺锦丽 即将会和特朗普辩论 当然 现在很多民调都说到 贺锦丽的支持度是比较高的 这样说 因为较早之前 由拜登出选的时间 尤其是经过了特朗普 被人射耳朵的事件之后 特朗普或者共和党那边 都打算赢定了 对 但是根据到现在最新的消息 显示到 其实特朗普的选情 就并不如去预期 就不是说 那么大优势 甚至乎 去到这一刻 有点告急 是的 真的告急 人们经常听 我们选情告急 他也有点告急 特朗普 反而贺锦丽 就好像更胜一筹 到这一刻来说 那当然还有媒体的控制 即是美国媒体的控制 哪些媒体是吹风 或者帮贺锦丽吹风 其实也有影响性 所以那些民调或者调查 都不是可以进行 我们稍后也会看看这件事 与此同时 但是呢 在选举的时间 即是美国选举 很多地方都会换届 最近加拿大总理杜鲁多 看来他都可以执行包袱 他都换届 是的 最近有一些报道 看到杜鲁多 杜鲁多 杜鲁多 在街上被人唾罵 直接好像过街老鼠 那样 更加直戏 有些市民 即是加拿大那边的市民 直戏 工作就不好 不会再相信你这个人 那为什么搞成这样 我们转头也会看看 还有 我们今天的主题 我们今天的主题 就会说到 关于 这个 在乌克兰 进攻俄罗斯的 库尔斯克地区 其实呢 又有很多西方雇傭兵 正所谓雇傭兵 就并不在 这个 交战双方战事的 那些保护的条例里面 即是那些士兵 就算打书仗 被人捉了去做俘虏也好 他们是会有那个基本权利的 嗯 但是雇傭兵 不包括在内 那些西方的雇傭兵 在进攻俄罗斯 附尔斯克前线的时间 最近呢 就捉到一批 那这些士兵呢 其实 就是作为一个雇傭兵的身份 他是第三方的嘛 他不关事嘛 简单说 但是呢 就做出 不侵略俄罗斯 或者叫做 甚至乎是 有份 去到 伤害俄罗斯的平民 那这条罪行呢 在俄罗斯来说呢 就是 立即解决 立即解决 在上两个月 普京也下达了最高的指令 就是 来自Georgia 和波兰的雇傭军人 全部呢 都要职驾 是啊 是无情说的 现在呢 就是 打入费斯克那边的 一万一千兵 有一半都是雇傭兵 那到底还有什么国家呢 什么国家被人职驾 稍后可以和大家说一下 还有呢 现在呢 可能大家会有点乱 近期呢 俄乌的战事 其实是进入了另一个阶段 但是这个阶段呢 我自己看 就是一个尾声的阶段 大家都各自为 在谈判前的筹码 来得多一些的阶段 属于一个 但是 畢竟和之前也有点不同 所以 转头呢 我们也会透过这件事 去到说一下 去到现在这一刻 究竟俄乌双方 他们自己在想着什么 看过战线 就会看得到的了 究竟 他们 最终的目的是怎么样 大家其实 到这一刻来说 都是斗大的 简单来说 斗了 这一刻 我们转头呢 就会说过战线的情况 是怎么样的 在直播开始之前 我们就做一点点呼吁 现在新潮民 就会在11月20日 就会搞一个 为期13天的东北之旅 这个东北之旅 我们上年都去过两次了 今次这个 也是一个最新的改良版 所涵盖到的范围 大家都会觉得 挺丰富的 就是呢 我们会去到朝鲜的边境 即现在北韩的边境 那里呢 就会亲眼看到 当地的那个 北韩的军人 也都会在其中一个景点里面 看了三个国家的边境 也就是我们之前在直播都说过 现在呢 俄罗斯想开发远东地区 和我们中国合作的 其中一个地方很重要的 这个地方就是淘门江口 那我们也都会到达桃门江口 来到去看到 是拿着眼亲自己去看到 那个俄罗斯 我们中国 和北韩三国之间的那个交界点 这个交界点相当特别的 因为正是因为这个交界点 很多年为人救病的 我们中国没有一个日本海的出海口 就是这个地方了 你要亲自去看才知道 其实远东开发计划 你会去到那里就看到 究竟是坚定流的呢 到时你看到这些混凝土车 或泥机 你就会亲眼看得到的 那这个是其中一个重点 如果你想知道多些 其实真的说都说不完 这个东北之旅 你就一定要留意 我们在这一集里面 最后十几分钟的行程介绍 那你就会知道全部的了 那如果大家想报名的话 就可以WhatsApp 加852 6828 7447 来到联络这个WhatsApp 去到报名和查询行程了 OK 那现在有些东西想跟大家来说一下 就是我们香港现在的情况 香港的楼价呢 一直都是过分炒高 那这个都是不需要争辩的事实 但是我们现在终于面对着一个 就叫做下调的周期 那如果有一天香港的楼价呢 就跟深圳开始看齐的话 那其实这个都是正应 我们国策的需要 那我们知道了 最近有些店铺就没有了人楼了 那百年老店 饮食集团全部都撤退离场 那执得就执 那这样的环境下呢 我们在哪里可以沉迷到一个 有人流保证 有需求保证的地区呢 来到做回我们的被动物业收租 那经过一连串我和格仔的考察之后呢 我们就找到一个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受惠于 中港台三地庞大的旅客 还有其次就是来自韩国 东南亚 欧美等等 有庞大的旅日游客 日本的大阪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现在呢 它的发展潜力现在才刚刚来到开始 那因为供不应求的住房需要呢 所以酒店都不够 所以当地政府在2017年就开放了一个 叫做民营民宿经营的经营权 那就是要来满足住房的需要 那在大阪这个地方呢 入场门栏远比香港低 而且租金回报也远比香港高 那现在我们看到呢 来自新加坡的大集团 中港台三地韩国 总之亚洲所有大集团呢 全部都齐集了在日本大阪那里 来到去想大展拳脚 那我和格仔有幸呢 就是给其中一个集团的重点主题民宿的项目呢 来到去邀请作为这个设计的顾问 来到给最新潮的建议 因为我们比较了解市场 那所以呢 现在呢 我们就筹办一个叫做大阪的考察活动 让大家可以亲身去了解当地的买地 起楼民宿经营的这些做法 那时间就是10月3号至到7号 为期就是这个五日三夜 五日四夜 五日四夜 那让大家呢 去亲自去感受一下 就是庞大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流 所能够衍生出来的 制造出来的商机 然后呢 就扣入自己最适合的 一些物业组合 那我自己相信呢 就是 继香港以后 那里将会是另一个制造 这个丰厚 租金收入 和房产升值的一个好机会 那这个考察团呢 就是五日四夜的 那这个考察团最正的地方呢 就是严格来说 它不是一个团来的 因为是没有收大家的团费 那么 在另一半的时间呢 我们也会带同大家去 饮饮食食 去吃喝玩乐一番 那我们准备了 带大家去这个品尝 日本G20 外相峰会 去招呼各国的外长的 国宴级料理 然后呢 也都会带大家去 吃这个著名的在 那更加不少得的 就是去品尝日本的 著名的烧肉 火鍋等等 那景点方面 也都会带大家去 这个内粮 围下鹿仔 去这个 封臣秀吉 和德川家康都 在那里住宅过的 大阪城公园 和去 深齋桥 杜顿挖 这些王区 都会带大家去走 那这个五日四夜 我们 没有收大家的团费 但是呢 由大家出机场的一刻 我们会由名车接送 那沿途呢 都是名车接送 带领着大家 来游换 和观光 和考察 这些安排全部呢 都是免费 我们送给大家的 那有兴趣的朋友 那就报名 6031633 6031633 就是报名 打给我 不是 Whatsapp我 Whatsapp我 用文字记录才一定要 那然后我们再慢慢沟通 那好消息呢 就是 刚才说了 那这个团唯一一个坏消息 就是什么呢 就是名额只有20人 所以要报呢 就快点了 那其实严格来说 现在只剩13个位 因为 有很多朋友知道 这件事 就已经报了 那所以再讲多次 电话就是6031633 Whatsapp我 好 那我们呢 就讲讲第一件事先了 那首先呢 有一些件事 我想很多人都关心的 就是较早之前呢 被人炒到兴盒盒 的 秦刚去那儿那件事 其实 这件事距离以今呢 都整年有多了 已经 那 一直以来 秦刚的下落 都是很受外界关注的 那最近呢 就有一些报导 我们不确定 这些报导 是准不准确的 因为呢 都是来自一些外媒讲的 那就说到呢 现在 秦刚呢 就去了一个单位做事 嗯 因为之前有人说呢 他应该坐在监的 甚至乎呢 有一些言论呢 就说 哎呀 秦刚是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已经这样说 那我这个不相信的 当时呢 我自己觉得呢 秦刚应该是会被下放去一些职位的 那你看回那个蛛丝马迹 你就知道了 因为在那个大会上面呢 秦刚和火箭军的另外两位将领呢 你看得出呢 他被撤销一些官衔的速度呢 是比较慢一点的 是慢一点的 还有呢 也都保留了之前说呢 例如说 国务委员这些位呢 会是撤销得比较慢一点的 那其实从这些蛛丝马迹可以看到呢 就是我自己可以判断得到呢 这个有点像是那些 死罪可免 活罪难谣的那些 这样 顶多呢 都是 说到呢 哎呀 安排他 提早退休啊 或者是 入育啊 那些那些 绝对不会说 严重得 离开这个世界这样的 那 那最近这个报导呢 就说 现在秦刚呢 去了哪呢 就说 其实呢 自从几个月之前呢 呢 他就被 调了去 外交部旗下的 世界知识出版社 哦 那里做事 就是我们说笑话 这些呢 就是叫做 做图书馆管理员 嗯 因为呢 你看回呢 以往很多的一些 报导啊 或者以往的一些 就是这么多年以来 一些官员 喂 他呢 很多时候呢 就会去了 那个叫做 做那些文职 或者他 要是呢 就去大学的图书馆做 要是呢 就去大学那里呢 就是做一些 限职 这样呢 就来到去 就是所谓度过余生的 嗯 如今呢 他去到这个呢 就真的都挺应景 外交部的旗下的核下的出版社 哦 都可以说到是呢 就是叫做贴得中下 都叫做 起码还可以留在外交部 是啊 其实都算是这样的 慢车边 就是外交部 是啊 正常啊 如果你做错事 香港以前都经常说 手水堂 可以 其实这个文化呢 在内地都有的 是的 那就不是说 好像 外界说到 这么吓人 或者是怎么样 那如果你查回这个 世界知识出版社 有限公司呢 他真的 寫了出来的 是 由到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主管的书刊出版社来的 那 例如有些什么很有名的书籍 例如世界知识雜誌 嗯 那就是呢 这个出版社出的 那 那秦刚呢 就 现在说到呢 在这间 世界知识出版社做事了 那也有记者呢 就打他去问 究竟有没有一个员工叫秦刚呢 哈哈哈 我想找你杂志社的 一位员工秦刚 是的 但是呢 其实我觉得不需要这样查了 好老实说 他虽然现在出任的那个职位是 就是叫做 相比起以前是低级很多 甚至乎可以说是低级职务 叫做 但是你觉得 出版社方面 会不会这么直接回答你说 是呀 我们有个员工叫秦刚 那样 有位编辑的 不会啦 肯定 是不是呢 就是一定是保密的 很多东西都是 那也都 就是有人说 哎 其实这个秦刚 就不是那个秦刚 这个呢 是一个同名人 就不同人来的 那因为我们中国这么大 同名同姓的人 都有很多的嘛 那会不会说 这个就是 并非这个 这个 这个 我们熟知的 前外交部长秦刚呢 也都有可能的 这个是 所以来说 现在 这件事呢 我看呢 就 都是 就是那个 决定权 就是那个 是不是 秦刚真的在这里呢 就都是为时已早的 我自己觉得 嗯 不过我相信呢 他应该呢 是会被 是 降级 去一些 就是所谓的低级职务 就是真的 这件事 慢慢消声匿迹 就是 其实我相信 都 就是中央那边 都不想 因为他的名字 再有些什么 就是那些风浪出来的了 是啊 那其实 这个 这个 降级 或者叫降级 都是 我自己预测 是比较正老一点的 因为来说 以往 根据以往的做法 如果你不是说犯了很大的罪来说 那 都是 降级的为主的 那 就不是说 就是要去到 哇 甚至乎 或者入獄 因为以他 我们讲了很多集的了 他那个 那个 犯错呢 其实都是属于一个 怎么说呢 就是 衰傲的 那样 第2级的犯错 是啊 没错 他就 如果跟比之下 跟他同期一起落镬那些 例如说 在两会 嗯 那就有十几个军官 尤其是 火箭军的成员 例如说 嗯 之前那个 房长 房长 房长是 你名字我都不记得了 那条人 那条人 没想过 连魏凤和 就是前房长 都会 连带一起 来到 一起来到 受这个 纪律严重的调查 那秦刚呢 就是调查完之后 我们记得三宗全会 有人提到秦刚同志 那他已经没有了外长之位 也没有了 国务委员之位 那秦刚同志 大家可以不用再找他了 那他也会消失于大家人前 但他现在过了一个很普通的生活 嗯 不知道是否在预兆一个很简单的职位 去整理一下资料 去说好外交故事 但是呢 人就不要说好外交故事 你的样子都不需要见到字 就行了 是不会出样子的了 肯定的了 是的 那你回看以往的历史 或者记录 其实调去一些后勤部门 都是常有的 就是好像有点像 我们香港的公务员制度 那样 那你说完全炒了你的 也未必会 除非你犯很大的错 但是 他差一点的了 是的 他是同期一起受到这个 严重的内部调查 就是你说理上福啊 理上福 那些就没有了 那些就一定没有了 是的 那些一定没有了 那我不知道 那样说好像都很批判性 我只能够说 他们在很多制度 没找到的时候 就做事的方法 可能过分激进了 那就所以导致现在要受到处分 但是我们中国的国防部 我们中国外交部 国防部 那个命运 不只是属于理上福 或者秦刚这些人 我们就是人才 江山人才背出 要好像这些人才 有很多 是吧 一直有 如果秦刚和傅晓田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 是不是 我们说一些 可能以前没有说过 虽然说过多次 说一些以前没有说过 你知不知道 谁问 我们本来 其实中央是不知道这件事 但是突然间一知道的时候 就是突然间 在去年的六月开始爆发的 这些事情 突然间 傅晓田也不知道自己会出事 还在四月的时候 纯粹准备飞来北京 还在飞之前 还要起社交平台 就说 这是历史性的时刻 上一次 坐这架私人飞机 就是见某个人 今次也是见某个人 你猜 你猜 谁将事情的来龙去墨 甚至当中可能有警局 是先查到出来 美国那边先的 但是美国那边查到 俄罗斯的情报人员 就是探索到美国的情报 立刻就warn 中央那边 中央立刻在七月的时候 就立刻从外交部 去到这个 大都府府 西 叫什么 西部战区 那里来到去 大都府府 立刻进行内外部的调查 捉鬼 和这个贪腐和严禁集团 刑司吹风那些 全部一次过来处理 那结果就在去年 7月 6月那时候 7月那时候 我们就开始报道这些 这单新闻了 所以 很多人问 为什么之前不知道 其实之前真的不知道 是啊 全靠俄佬那边 醒醒我们 那我们看到秦刚 就没事了 这个绝对不是说假话 今时今日 国家 发展到现在 消息这么流通 不会有说 就是有些 你知道那些大忌园 那些会说 其实就已经被 什么了 被搞定了 只不过现在在那里骗人 今时今日 不会有这些 快地站的东西 这么傻的说话 来到出来的了 是的 他就一定没事的 就是人生 他依然就在这里守着水堂 是的 但是 哪个呢 到现在还觉得 古古怪怪 就是真的 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就是傅晓田 傅晓田 就真的没有消息 音信全部 还有傅晓田 飞过来不是一个人 还有一个叫做 淺儿 陈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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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 有个俗虾 叫做 又去了哪里呢 这个真是 看来不是一年半左右 我们会知道的 会公布的消息 可能不知道要过几年之后 是的 知道了 所以呢 不过我这么说 这个外交部旗下的 这个图书馆 我们叫做出版社 应该叫做 那你想想 外交部的出版社 范围又缩小了 例如说 这个我们全中国 有很多个巡纲 不企 即是同名 但是如果你把范围再缩小 外交部的出版社 又有一个叫秦光 那其实又难一些了 难 就不是说一定没有 这样的可能 同名的 不是说没有这样的可能 但是如果你把范围 缩小又有一个叫秦光 其实 那个我自己觉得 那个机率就比较低些 所以我也觉得 很有可能 这个是他 就是这样 那当然了 在查询的层面上面 到最后 官方 会不会说 这个就是那个人呢 或者算了 当是没有了这件事 说你搞错了 那这些就叫 毛头公案 没有人知道的 这些事情 也都令到我想起 所以 好像末代皇帝 普慈 都最后 好像归宿 好像在图书馆做的 就是我记得的 历史就是 那当然了 这个又不可以这样 和他对比 那我们先讲一下下一单 那就讲一下印度 正所谓 有些地方 你一定不能去的 无论那里有多便宜的成本 看起来有多吸引的那些条例 但是到头来 你去到那里 可能 你不单止赚不到钱 而且 盗蝕回头 对了 还要盗蝕 甚至乎被人控告 这品牌 我相信大家都认识了 就是 Burger King 汉宝王 众所周知 这家公司 有一家美国公司 也不用说了 对吧 这些都是 都出名 对了 大家都知道 这些东西 那现在香港还有没有Burger King 现在香港 好像没有了 闪眼上 好像没有了 好像真的没有了 对了 我就不 山顶了 对了 好像 景湾有 机场有 哦 机场有 香港国际机场要 有两间 去到 不是 就是我们一入闸 就有经过海关 山顶 山顶还是什么 山顶也有 山顶以前是有的 山顶 山顶 娱景湾 和机场 三间 哦 三间 一个 那 那么 那 这些没得挂人 但是如果你去到印度 就不是这么说了 就算你做了几点也好 都是死定的 因为最近 就在这个印度的法院里面 就有一间 他说 他同名的印度当地的餐馆 就发起这个控诉 这个控诉 其实应该就是由汉保皇 从刚刚踏足印度那一刻开始 就告到今天 这个控诉长达了13年 是一个侵权的控诉 最近就有了结果 最近结果就宣布到 汉保皇这个品牌 是属于 13年前去到提告的 这间印度餐馆 也证实了 这个品牌 是一间印度公司 不是一间你所知的美国公司 这样的 咖喱扣汉保皇 那他提出 什么的理据呢 他就说 经过印度法院的裁决 其实这间印度餐厅 已经告得你迟了 汉保皇 我告诉你 人家想告你很久了 为什么 因为这间印度鱼肉圣 已经在1991年 三十多年前 已经存在的了 人家一直都是叫做鱼肉圣 汉保皇的 已经远远比你美国这间 连锁汉保汉保皇 进来印度的那个时间 人家起码早你十年 这样说 跟着印度法院就说 你不要以为自己 就是跟美国汉保皇讲 我们要分清楚哪间先 就跟美国德加坑说 你不要斥着自己成立得早 在美国那里 就1953年成立 1959年就在美国登记 这就是印度 我们在说的是印度的事 我管得你在美国多早注册 总之你在印度 就有人已经先过你的了 就是这间印度Burger King 人家久一年已经注册了 这样说 还有 他说 喂 告诉你 其实 叫做Burger King的印度餐厅 都不止这间 还要冤枉你一锅 我告诉你 美国Burger King 你知不知道 在2014年 新德里即是印度首都新德里 又有一间叫Burger King 这样说 所以如果论支牌背 什么时候论到你呢 那间Burger King 就不是卖汉堡的 是卖印度薄饼的 喂 没有说Burger King 一定要卖汉堡包的 这个是我的名字而已 我卖咖喱也好 卖薄饼也好 或者有之前你说的那些 喂不是呀 印度不吃牛的 是不是 印度是不是不吃牛 是的 那怎样 喂你知道 汉堡王这些主要都是牛肉馅来的 是不是 汉堡一定是牛 之后才发展成为有鱼柳柳 是的 接着他就跟他说 喂 是的 不是一定要是吃牛才是叫Burger King 我们这间Burger King 就不是吃牛的 是吃什么 是吃Butter Chicken Burger 所以大家知不知道Butter Chicken 大家如果去印度餐厅 就常常看到微菜叫Butter Chicken 其实那一道菜 我们吃下去就像是印度鸡 其实就是印度人特意为外人而做的 一道菜 所以印度人常常笑 这道菜就是 就是笑它半堂番 笑它不正宗 就是类似我们 我们有一样叫咕嚕肉 其实不是我们传统中国菜 是以前 刚刚有外国人 即是殖民年代 刚开始的时候 特意为外人 用中国的做法 做他们酸甜仗 让他们开胃一点的东西 类似这样的文化鸳鸯 其实我相信 真正的Burger King 在印度来说 都肯定有一些 口味的变化 这个是耿焗的 都不用说了 但无论你怎么变得好 好了 你也是走不脱的 我告诉你 这些东西 是走不脱的 在印度做生意 就是这样的了 之前为什么 苹果要搬回来 这个我们的郑州那边 去到再建那条生产线 本身都决意去印度 就不是完全切出 一样东西很重要 一样东西很重要 就是 太不走的资产 现在你根本就知道 一样东西就是 第一 它那个生产链是不行的 整条生产链 包括物流 包括技术含量 不是说一味便宜就可以 不是说地够便宜 或者政府引你进去 这样就这么简单的 它根本看回往迹 大部分在印度的企业 我们都说过一集 就是都是坏坏的 无论你多大公司也好 车也好 电话也好 现在连野食也坏了 印度的花名叫做 以前阿富汗有个叫做 战国熔路 是吧 谁进去都不错的 印度有一个 就是叫这个世界企业熔路 我没记错 企业坟墓 即是来来企业屋 有入无出 有入无出的 这个地方 无论你 理得你是不是什么 美国大企业 因为传统来说 美国大企业会比较凶 因为他觉得 没有人敢得罪我 有美国政府撑腰 在背后 但印度是例外的 绝对 理得你什么撑腰 总之你进来 就不用支出回去 就留点水回来 真是夜晚起来 你的CEO 打算去机场 三副鞋物都要脱下 你才可以走 说起苹果 除了你刚刚所说 它整条产业链有问题之外 它还有额外的增值服务 我看过新闻 是怎样 原来电话 被验出大肠肝菌超标 5年了 真的 因为现在的iPhone 16 刚刚我们昨天说iPhone iPhone 16 就发布了 我自己看过上网 很多人都说 这些电话应该印度做 即是有一批是印度做 不是全部 有一批都是印度的 就说担心到细菌含量 有啦 之前出了 其实现在打iPhone 然后大肠肝菌 就会出印度 即是如果没有记错 印度最盛产大肠肝菌的地方 就是恒河 你知道的 那些电话 那些屏幕 其实要用水去冲洗 最多水在哪裏 就是恒水 他们本来一心 可能是对这个产品质疑 而总之用恒河水来加持一下 对啦 怎知增值了其他东西 喂 现在好啊 马一送一 送细菌 据闻 现在最新一代的iPhone 希望利用那只沙漠金的颜色 令到枯到销量 原来那只不是沙漠金 而是咖喱金 是咖喱金 喂 其实有得想 如果这个 恒河金 恒河水 都是这样的颜色 用了就真的金了 这个颜色再配 是印度特别版 在印度製造的特别版 即是苹果就印着大笔像 是的 就标明这个版本特别正的 因为印度的厂新的 其实可不可以来到去化腐朽为神企呢 不过都难些了 我想到这些人是傻的吗 然后过了两年 印度就裁决了 其实苹果一向都是印度牌子 是的 有机会 其实那件事未说完 刚才我们说 法院 即是印度那边法院就说 这个品牌是印度的 都未完 这个品牌是印度的 那就是说你漢保皇一向都侵人权的 那你侵人权要赔钱 要赔偿别人的损失的 那些人呢 告他都不止拿了他的品牌 现在拿了 都不止 还要求到 这个真正的Burger King 要赔钱给他 总之你不赔钱给他 你就不用只要走 这样的 那当然 赔那些呢 他现在就说要赔偿 他的损失 赔偿漫长的法律诉讼的钱 赔偿到这间 印度Burger King 这间小店 曾经遭到骚扰 感情伤害 是的 接着还有很多 在精神上的损害 骚扰上的损害 等等 就要求要赔回 200万奴比 这个不是奴报 是奴比的损失 就给他们这样说 所以说 不单止你失去了品牌 还要被人反告 这笔 这样的费用 我相信只是第一笔 因为印度 从来 他不是这么简单的 即是 又开了个头 就会被人告到下尾 你看看小米就知道 是的 他不是一件事这样告的 他告你一件 进来再告一件 接着我是走碎 是的 是 一有一个鲜头 就跌下 真的跟腸没有分别 他那些东西 所以 印度做生意 不是那么容易 真的吃了你 是 唯一一个我自己看到的例子 就是 怎样才能够在印度人的口袋里面 拿到钱 很环顾全球的这么多案例 不要说没有 只有唯一一个可以 这个是什么呢 是俄罗斯 是的 就是俄罗斯 以前俄罗斯买军备给印度 是可以省回头的 这个的确是高明的 最出名的就是他那艘航空母船 俄罗斯就说 免费用一元美元的价钱 卖这艘印度现在现役的航空母船 这艘航空母船 就是我们之前说到 在天津那边起了火的一艘同级的 基库级的航空母船来的 那时候印度仔就以为撿到宝 那想着 喂 折述啊 俄罗斯给了些东西 就一元卖给他 其后呢 在他丫头要了这艘航空母船的时间 俄罗斯才说 喂 其实你这样要不行的 因为这艘航空母船都前苏联的了 所以一定要维修的 还有航空母船最重要的是 上面那些战斗机 你没有战斗机都没用的 所以就来到 去打包一个这样的package 叫做 帮印度重新把这艘航空母船 建立战斗力 那就省了140亿美元 那里是卖贵了的 很明显的 印度 即是他用回那一招 就是逐步逐步的装你 先要 引你入局 是的 引你入局 他们是贪的嘛 喂 有手航空母船 想不需要钱 当然要 接着要了之后 就逐格逐格和你开数 那这个呢 就是我唯一 就是叫做 记得最清楚的案例 是在印度人身上 可以拿回去 着数的 都可以说到 挺绝的 你知道 那好了 讲完这件事之后 我们讲下一件了 下一件就不如讲一下 现在 很多的那些选举都出来的了 即是因为美国大选就来的了 那我们一起看一下 关于大选的小小大大的事情 那不如我们就首先讲一下 这个我觉得是 因为讲开俄老嘛 他们真的有点智慧的 就好像最近普京 就公开这样支持 说到 我支持何锦丽的 我是她粉丝来的 真的这么说 支持她很多年了 是啊 普京不是这样说 有点智慧的 他就说 我最喜欢何锦丽的什么 就是最喜欢的笑容 哈哈哈哈 好杀石 普京还说 他一笑我想要 哈哈哈哈 我想要支持他 想要选票 要选票 这个 普京现在 这个身在的地方 就是一次 都算是一个 新闻记者的一个 招待会 但是台下 都是很多俄罗斯市民的观众 那这一段呢 大家都听得很开心 普京每个一句他都在那里笑 就说他的笑声 非常绝具感染力 很有亲和力 是的 就是一笑 他就想要马上支持他 普京还说 真的非常喜欢他 因为为什么呢 其实他最喜欢的人选 就是拜登 他本来全面支持拜登 做美国总统 但谁知道拜登又说不选了 拜登说 就 叫我们 所有支持我呢 全面 现在 请支持何錦麗 普京就很 很幽默地说 那你叫我 那我就听你说 所以我现在全面支持何錦麗 这样 我真的很想他 快点选到 这样 还有 就是他觉得 何錦麗 绝对能够胜任 解决到现在 美国的问题 这样 你要知道一件事 为什么普京 会说这些东西 虽然大家都知道他当然在玩东西 但是如果你记得 我们曾经报道过一件事 就是我们那时候 是不是说过普京的出身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一集 接着呢 我们在说普京的出身 就是由他做那个所谓特工 开始去到俄罗斯总统的历程里面 我们就曾经说过就是说 当时普京回答 这个美国记者的提问 美国记者就问他 说 你怎么看俄罗斯去到操控美国选举 你们究竟有没有 派人去到操控美国的选举呢 那时候很多年前 就是那个美国记者 这样问普京 很尖锐 很尖锐 想着这次你还不死 你一定不会回答 这个问题 你怎么回答都死 跟着普京呢 那时候呢 那时候呢 已经呢 去到休克一幕了 就是用休克一幕了 来化解这个 尖锐的问题 就 他跟那个记者说 喂 肯定是有干预美国选举 我们 就算说我们没有你都不信 那时候这样说 是啊 就来到化解了 是不是 因为美国记者想着 你怎么解释 你都死定了 所以呢 他就倒不如大方承认 大方承认 大方承认 是啊 还要玩回你 就搞到全场都笑 其实呢 一向的 美国都是说 俄罗斯是干预他们的选举 如果你还记得特朗普 是不是 特朗普有一个叫做通俄门的事件 嗯 大家记不记得呢 可能你忘记了特朗普下台 你也忘记了新闻 特朗普是跟俄罗斯 是 有通俄门 而且一直都是 关系密切的 非常之 是啊 那时候 你也知道 特朗普是共和党的嘛 那 破锦丽是民主党的 拜登那边的嘛 那所以呢 現在普京就懂得玩了 因为 自从这个 特朗普呢 就被射了耳朵的时间 那时候呢 哇 那个声势非常之厉害 那但是 我们也判断过了 就是说 喂 这件事来得太早了 嗯 是不是呢 5月的事 哎 我捱不捱都要11月 是吧 是吧 那再加上一件事 就是 你要知道 现在美国那些 电视啊 或者是报纸 这些比较传统的媒体 他那个幕后的玩家 我们叫做 幕后的控制人 没错 是 民主党来的 是的 那唯独是 现在 共和党好一点 就是呢 因为 马斯克 就 表态支持 特朗普 所以呢 在网上 也好一点 是的 在网上 例如 这个 X媒体 X的平台 以前的 推特 推特 就是 单回一分 但是 在那个传统媒体来说 都是民主党 去到 佔大部分 所以 面对着这样的情形下 你那个炮击事件 特朗普做了英雄 那样 可不可以捱到他 那么久的时间 就未必 再加上那么多 那些传统媒体 他都会 扭转他的方向 所以呢 普京就会玩 怎么会玩呢 普京 怎样会玩呢 喂 现在你贺锦丽 好像在那个 形势上 受到这些 这样的传统媒体的 幫助 那他就 声势上了 那普京作为一个 平衡一下 两边战局的人 当然要扰乱一下你的 是不是 在这里 既然你声势那么好 贺锦丽 当然出面 出口 我支持你 跟着呢 喂 整个媒介 就是美国的舆论 就是说 你还说什么 不关你事 你不断屈 共和党 特朗普那边有通俄门 原来你自己就是通俄的 如果不是 为什么普京 会公开支持你 又说 最喜欢你的笑容 一笑难忘 这样说 这样说 这段访问 他除了说 最喜欢的人就是拜登 可惜 他的心仪在拜登 不参选 这是他的遗憾 所以要转移支持 何錦丽 他也有提到特朗普 这个 他提到特朗普的时候 我又惊讶 俄罗斯的观众们 那些 都是市民 但是 他们是一班 就是 中女 但是他们也懂得 你眼看我眼的笑 就是在说什么呢 他说 我不喜欢特朗普 特朗普在任的时候 他对俄罗斯的制裁 远比过去美国历史的 这么多个总统都很多 是 就令到我 就是 给了我一个困难 就令到我 就非常困难 所以我不喜欢特朗普 我支持何錦丽 这样 他说这番说话的时候 访问记者笑 台下的观众 也都是李安望眼 阴阴嘴笑 大家都明白 是的 那 因为 普京是很懂得玩的 面对着这样的情况下 他就 喂 既然你都说 我一向都干预开美国选举的 那我现在当然是公开干预 是不是都被你冤枉了 反正都 是不是这样 所以 所以现在呢 就 一于呢 去打个开口牌 这些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 就是 阴谋的对面面 阳谋 这些就是阳谋 来的 公开的 但是呢 这阳谋呢 有一个 我们叫做 有一个特质的 就是呢 即使给你知道也好 你都吹去不像 那些就为了阳谋 就是给你听 怎么做的了 你有没有方法拆解呢 你没有的 是的 就是如果 张森比己 今天你是这个 被人 就是我们是何錦麗 或者我们是民主党那边的人 现在普京 公开支持我 怎么办 都很难拆 是的 你都很难拆 你认就死 不认就死 是不是呢 就是如果再想清楚一点 今天你是何錦麗 或者是民主党人 你怎么拆 这件事是很难搞的 对吧 所以普京呢 很懂得玩的 而且呢 现在令到他们 那些选民 那些美国选民 很混乱 很乱 共和党 特朗普那边有通俄 何錦麗 民主通俄那边 又是通俄 那我选哪个好呢 是不是 好像两个 都是这样 一单单 对吧 因为呢 在美国这个角度来说 你要知道 他们的人思想 比较简单一点 首先就是 他们一定要制造一些坏人出来 就好像好人和坏人 好像我们看电视剧那样 那什么叫坏人 什么叫好人 好人 当然是他们自己 不用说 美国 大美国 一定是好人 那哪些是坏人 坏人就要坏到 在页头上面 都写着坏人两个字 就是 中国 俄罗斯 伊朗 北韩 北韩 那些就是坏人 那些叫做 他们的名字叫做 极恶联盟 他们什么都要喜欢联盟 他们又有正义联盟 就说我们这边是极恶联盟 是啊 这样说 所以 在他们的角度来说 我们当然知道 普京玩东西 大家都知道 但是在他们的角度 他们是那些叫做 很容易联盟的人 嘩 大魔头支持你 还不是有东西 所以 这个文化不一样 而且 讲开这件事情 我们又要讲一下 那个 选举 现在来说 我们就刚才说了 特朗普 现在很强 何錦黎上了 我们从来都喜欢看一个指标的 就是喜欢看那些 那些博彩公司 那些赔率 因为他们 会计算所有的东西 然后去到开赔率 西方世界都是 什么总统选举 什么东西 那些副总统选举 等等 都可以这样买的 就是在外国的博彩公司 还可以整条二穿一 三穿一 不知多少那些 这样的 就跟我们不同的 我也很久没有看过 现在先看看 US 这个总统之位 咦? 何錦黎领先 是啊 就是说 现在特朗普 能够成功当选的 那个基率 已经是低过何錦黎 低很少 是的 何錦黎是 セミ領先的 刚才我们说过 那些民调 你不用怎么看了 因为 好像说到 例如 在那个 社交平台 X搞的民调 明明是特朗普领先的 但是如果去到那些 传统媒体 例如是那些 CNN 那些又反过来说的 那麽 博士呢 那麽又会去到共和党那边 是的 所以呢 究竟哪些民调 说去哪个 哪个领先那些 其实你也要看回 那个机构 是他们那边的人 这个就是现实了 是美国的现实 所谓新闻自由 什么自由那些 背后 其实只不过是 一堆 属于不同党派的 大金主旗下的 那些媒体 都是为他们服务 就是围飞 我们简称叫围飞 只不过在西方美丽 唐伊的背后 下面你看不到这些东西 内里就是 其实都是一班 或者叫两班人 全部围飞飞控制的东西 这样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赔率上 赫锦丽是领先的 去到这一刻 那就是特朗普 已经去到西米 有些落后了 所以你看回 其实特朗普最近 本来又很淡定 都好像自己做硬总统 已经好像说到 要怎么去解决 乌克兰那件事的时间 现在你看看 他开始有些慌张 例如他有一些说话 说得比较激 了一点 例如就是说 这个 如果特朗普说 如果我选不了总统的话 很有可能 美国会分裂的 嗯 像个气 真的这么说 不是USA USB USC 也有的 这样说 那就是什么 就是等于 你好像去比赛之前 你好像跟对手说 这场比赛 如果万一我输了的话 就以后都不会再有这些比赛了 就不是跟你说 赢还是输 就以后都没有这些比赛 或者 以后你想参赛都没有 因为没有这些比赛了 那像美国在这个 经历了巴黎奥运会自由的行为 是啊 既然我输了的话 我以后直接不游泳 退消了这个项目 那就是说 喂 现在不是说 谁赢还是输 如果我输了就要撕毁这些比赛 有些警告的意味 尤其说到 美国将会分ABC 就是恐吓那些人 ABC 真的分三部份的话 就真的重症 好像那部电影 不只是分两部份 分三部份 是的 那么 三部份也挺恐怖的 一批就是极端自由的 另一批就是保皇的 另一批就是 又是另一批 就是那些 古灵精怪的移民 加上组成的 那么这个 我又看了他们的刚刚最新鲜 滚热辣的辩论 那个辩论 老实说真的 没有什么气味可言 特朗普的表现 如果大家看得到 他最近好像比以往没有了神器 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如果他证券在握 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瘦了 是的 第二 有些人就说 已经被人吐完之后 有这个心理阴影 有这个重症 这个有可能是这个原因之一 因为他毕竟也是一个有钱 疼身的人 是不是 因为你要 他说 其实他也有两难的 你想想 有人再怼他的话 他也害怕 是的 所以 以这个时间 你每出席一个公开场合 你都提心吊胆 而怼他那个人 我们也报道了很多 但有一部分 我们没有报道 就是这个人 其实 他IQ超高 高财生 而且其实他曾经 和美国某一犯的 虚拟货币交易所 虚拟货币交易的企业 即那帮党派 是有联络的 而且他也都是 谁说 再和民主党拜老头无关 就一定是废话 我们断言一点 不单止 就是当时这个特勤局局长 是拜老头的亲信 应该是拜老头老婆的亲信 是好姐妹 另外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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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有多次 这个 FB敢依依 去拜访 那位炮手的记录 事情发生之前 但这些他都尽量消毁 但在其他途径里 拿到出来 这个炮手不是 就是正如我以前所说 绝对是一个 心理工程所制造出来的史事 但背后是什么大佬呢 既然又是虚拟货币大佬的话 为什么马斯克 又会支持特朗普呢 其实就是 美国没有这么简单 如果虚拟货币将会是 美国来的方向的话 美国霸权的方向的话 那不止一饭 有很多饭龙头在争 马斯克就买重特朗普 那可能第二饭 想买起他呢 就是这样 所以 至于哪个牙力更厉害 就真的 真的不知道 但是它是一个很强的message 就是 应该都是一帮不得罪的人 令到特朗普 过去这几个月 没有了一些声气 和开始忧心 这帮大佬可能甚至说 我做都可以做到 何锦利赢 这样 那特朗普和马斯克 现在就是在做 就是 看看怎么可以推翻 打到巨人 就是他们已经不是巨人 可能背后的巨人更厉害 是啊 他们是表面的巨人 就是 你说马斯克 其实他都要和NASA那边 来到去 去博弈 就是去 去博弈 来到争取他自己的公司 可能可不可以做到大位 对 没错 那在他们的背后 一定还有一些 强大的幕后之手 这些都是我们表面 看到的人 只不过是 所以现在特朗普 你看看 刚才的样子 都可以说明一切 那些细子已经没有了 还有人好像消瘦了不少 是啊 就是表情沉了 面容那些叫什么 眉头心碎 心碎了 没有以前那么张扬 但是何锦利另一边的表现 真是很 一句说话 很潑辣 不是一个good way 很潑辣 有些黑人恨 我说 是那些 就是那些 七情上面的那些 潑辣女人 人家在说话的时候 他在旁边 就是做了气 就做 人家说话 不认同 又弄古做怪 那些鬼脸 对 对 又要假扮surprise 你这样东西都说得出 七情上面 很假 这个人假到飞起 你问我现在 我始终都是觉得特朗普 如果论票数 和论支持度 是绝对 远远高过何锦利的 但是背后有些engin 选举engin 可以做到何锦利赢 你问我想谁赢呢 其实我想何锦利赢 我想何锦利赢的话 那美国也挺大获第一 嗯 还有啊 普京这招好啊 普京呢 现在随便说两句话 就搞到你呢 乱个乱世家人 嗯 即是不用成本的 如果这个啟示 给了些什么 我们呢 就是呢 多些访问普京 其实还有几票 嗯 其实还有几票 刚才我们说过 在他们的美国人的心目中 黑处 华人两个字 在页头的 还有几个国家 包括我们中国的嘛 那就是说呢 在普京说完话之后呢 我们又可以说话 一人支持一个 几个 所谓的邪恶联盟 是啊 那我们一人支持一个 去到十一月呢 就真的 美国分裂了 是啊 对了 说而已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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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那些 那些导弹技术 是美国比的 对了 或者怎么都好 是不是 伊朗又可以说的 对了 对了 就是不要说 太假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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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说 就像普京这样 有少少 内涵的 但是内涵得了 就很表面都看得出的 例如说 我最喜欢她的笑容 因为有亲和力 那 那些 那些 这个欺住的好处 那一刻 你明白吗 明白吗 那就是 比如我 我们也可以地贊 何锦丽的 譬如当我们中方这一边 不一定是习大大说的 可能是外交部或者什么 我们支持 当何锦丽或者特朗普也好 赞他几句又等他乱一乱 总之搞乱他就对了 其实去到这一刻 不要再说这么天真那些东西了 例如说 我们是不干涉别人内政 我们当然不会干涉他的内政 但是整股是一定要的 对不对 正如美国说俄罗斯干涉他的选举 说俄罗斯怎么干涉他的选举 我最近看过新闻 其实美国除了说俄罗斯之外 他分了几部分 俄罗斯主要干涉选举 中国主要干涉他们地区的东西 接着还有说伊朗 忘记伊朗干涉什么 总之是分工 是的 就一于来到去打蛇除军上 既然他都信到十足十 美国那边的媒体 说到人信到十足十 就来到顺着他的势 顺着他们 顺着他们 继续跟他拼下去 就整股他们 反他们一个章 反将军他们一下 因为很老实说 在国际的关系上面 一定是竞争关系的了 尤其现在美国都摆明 是阿联和他的所谓盟友 就摆明整理了 这样的时间 你一定要去做些事情 我们说不干涉别人的内政 都是一个我们的说法 但是你不干涉还是不干涉 是不是代表什么都不做 我们都要防卫 是的 其实这些只是防卫 好了 我们先讲下一单 就讲下这个 鹅乌那边的东西 由于自从乌克兰派兵 进入到负尔斯克 即是俄罗斯的领土的时间 其实战场环境已经改变了 但是由于那个战场环境 改变得太快 可能不是那么多人知道 在搞什么 现在我们就逐步逐步去讲 不过在未讲之前 我们首先要知道一样东西 就是在近期 乌军的进攻里面 就造成了一样东西 就是有大量混入了去乌军的 其实本身就扮乌军 但是实际上来说 是西方雇傭兵的那些人 就被俄罗斯那边捉了 就是做了俘虏 简单来说 做了俘虏 但是这些俘虏 就和乌军的俘虏 就不同的 乌军的那些俘虏 就捉了他之后 慢慢审 怎么也好 但是这些西方的国家的俘虏 就不用跟他多说了 是即时搞定 要即时就地解决他们 分别就是在这里 这些俘虏 之前我们也报道过 波兰的 格鲁吉亚的 这些就要立即 这样解决了它 但是现在呢 这些俘虏 不单止是 这些国家 就要来到即时搞定 是任何国家的俘虏 总之 你有份去侵俄的 都要即时搞定它 为什么 那打进去 库尔斯克的 雇佣军人 占比多少呢 就一万一千兵里面 占比有一半 一半 都是来自外国的雇佣军人 而另外这些国家涉及什么呢 不单止是波兰 和格鲁吉亚 还有 来自美国 德国 这些主要国家 英国也有 英国也有份 那现在呢 瑞典都有 是的 这个行动是最近的 就由俄罗斯阿加纳军团 就来到 因为 派了一些阿加纳 去那里 在库尔斯克那里 击退那些乌军 所以阿加纳最近 就捉了一班这样的故隆兵 那罪行很简单 就是 本身那些故隆兵说 我投降 那你捉我做枯佬算吧 那 阿加纳那边就说 不接受投降 不能投降 是的 因为你们是不在国际的交战法里面的士兵 不包括你们 不包括 因为你是收钱做事 你是故隆军 简单说 收钱做事 那些就是客人分子 是的 还有 这个行动 你是 襲击了当地的俄罗斯平民 所以 在那个 层面上来说 就像你说的 这个行为 已经是一个 客人的襲击的行为 所以 不是说 纯粹打仗打输了 然后就是俘虏这么简单 你是当你是客人分子处理 你是收钱来做的事 收钱来搞客人襲击 等同是这样 所以 要立即 解决它 就是这样 现在 俄乌双方 也有点像是 大家各打各 大家 所谓的 现在我们要知道 两个方向 第一就是 乌军进攻俄罗斯的库尔斯克方向 另外就是 由俄军在 在这个 乌冬东面 进攻的 最新一个地方 那里就叫做 鸿军城 或者叫鸿军村 但是我叫鸿军城 因为它不单是一个村 这么简单 双方 本身 就 乌仔想着 我们攻入俄罗斯的领土 那俄罗斯一定会 就抽回一些士兵 就是由乌冬地区 抽回一些士兵 就过去 库尔斯克那边 防守 谁不知 没有这么做 俄佬 纵使他不是很救人 也好 但是 他也没有这么做 而反而是在 俄罗斯自己 国境里面 或者是出了去 非洲的亚加纳 就召回来 去到库尔斯克那边打仗 而乌冬那边还继续加力水 因为距离它完全可以统一乌冬 他想着 喂 我打你的领土 你一定会抽回一些人来击退我 谁知道俄罗斯完全没有这么做过 但是乌冬呢 却有在乌冬那边抽了一队精蕊 他们去到库尔斯克那边 然后全部都离开了 是的 即是离开了 其实双方都是 你想想一样东西 俄罗斯知道你乌克兰打我这个地方的时间 我不但没有抽调部队过去增援 而是 还要在乌冬那里加力那里打 其实乌克兰倒转也是一样的 红军城也快失手了 红军城是一个很重要的交通枢柳 和后勤的补给点 嗯 他不但没有再加人过去 红军城那边搜 甚至乎呢 之前我们经常听过一些新闻 就是说 如果说俄乌双方去拿一个村庄 都要打整个月的嘛 你知不知道近期 好像有些类似的村庄呢 俄罗斯方面 只需要派出30人的布袋 就已经可以拿这个村庄了 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预抵抗的 嗯 你要看到的就是 乌克兰已经将所有的兵力 投入在库尔斯克方向了 就不是拿来防守自己的方向了 而俄罗斯也是 那边想全力进攻乌冬 尤其一定要拿下这个红军城 双方之间呢 都没有去到做太多的防守 都是做进攻的 大家都做进攻的 这样 但是 两边都做进攻 两边都推到最尽了 两边都玩大去的时间 都可以看到个分别的就是 我们先看乌克兰那边 那乌克兰那边呢 他进攻乌尔斯克 虽然去到这一刻来说 他的战线是维持到的 他的那条战线 也都想做一些加固的设备 因为 其实俄罗斯现在呢 虽然没有在乌冬那边 用一些兵力去增援 富尔斯克 但是他去从全国不同的地方 抽掉了兵力过去的嘛 那现在来说呢 我们是站稳了阵脚的 俄罗斯那边 在富尔斯克是站稳了阵脚的 起码我们看到的就是 富尔斯克的战场上面呢 乌军没有再扩大他的战线 是停了的 是停了下来的 虽然 他们都想 即是乌军都想继续守住这个地方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的就是 他们已经开始有衰败的迹象了 例如刚才我们 这单主题新闻讲到的 捉了百多个这些固龙军 接着呢 就来到将他就地解决 那你不打赢他们 你就捉不到他们嘛 对吧 上个礼拜我们维大一步的时候 已经是 即是当中 四千个 雇佣军人 都走了 就是上个礼拜的数字 今个礼拜就 再加多 再加多一千的话 那就真的是一半 还有呢 根据到一些统计 这个是来自西方的统计 西方的媒体说的 现在 在这一刻为止 由乌仔去到库尔斯克 打这辅地区的时间 总共投入的兵力大概 根据西方媒体所报道 就是二万至三万兵力 但是自从这个行动开始以来 所以 如今 在库尔斯克的进攻里面 乌仔已经损失1.1万个 即是一万一千人的士兵 还有几百架坦克和装甲车 原来有两万多人 可能有轮替的 是的 你想想 它的损失率已经去到 差不多二分一 或者三分一 其实那个损失都很大的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损失 其实很简单 因为 如果再打进去的话 其实他们的支援会更加少 而且来自于空中的支援也比较少 本身它已经乌冬地区不够人打 还要硬抽调一些兵力 去入侵这个地方的时间 那个 后果 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就是 它迟早都是输的 只要是几时的 如果你相比起那边商 俄军攻入乌冬的地区 现在就去到红军城 最新的消息就是说到 俄军距离红军城 只有5公里 而且那个投入的力度 也都继续持续加大 加大那个投入力度 所以我们不要说那些 濕濕声声又 哪个摧毁了哪个 坦克那些 只说战线 俄罗斯进攻乌冬地区的 那个顺利程度 很明显是好过 乌克兰进攻俄罗斯 赫尔斯克的 那条战线的推进 现在它根本停了 在乌仔攻俄罗斯那里 停了 不退也算偷笑了 但是俄军攻乌冬方向 去到红军城了 昨天我看新闻 就去到11公里 今天就5公里 去到1半了 所以推进速度 都很快 很快 那其实说到尾 本身乌仔 你猜真的打算 打个俄罗斯回来吗 不会的 其实说到尾 你说穿尿 都是为了 在和俄罗斯 上台买 即是讲数的时间 争取多些筹码 就是希望透过 将战事引向俄罗斯 领土本土 打破那个战场 那个僵局 来到去 争取那个筹码 甚至乎有惊喜的 就是可以 减低俄罗斯 军队进攻乌冬的速度 谁不知呢 俄罗斯又不中理计了 他都知道 乌克兰背后的目的就是想 有些叫做怀艾救召 那些 所以呢 他就 顶下去 就从其他 即是俄罗斯国家其他的部队里面 抽些部队过去 即使这些部队 当然一定不及乌冬 那些新京八战 那些 是不是 都好 起码都顶到一下 再抽调一定数量的亚加纳过去 这些都是新京八战的 那就由非洲那边调过去 非洲亚加纳军团那边调过去 聚里亚那边那些亚加纳调过去 那来到他呢 带领一班没什么经验的士兵去打 那起码都叫做顶到有余 还配合其他军种 例如一些空军的攻击 那就可以造成大量的 没有空军支援的乌仔部队 进去的时间 就令到他们损失惨重 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这个红军城在那里 下面也有个叫做波克罗夫斯克 两个地方都是乌克兰的军人 在那里有个重点的防卫据点 还有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如果有个地图再清楚一点 其实有很多大的高路 就是有几条都是在那里交叉的交通梳楼 那那个波克罗夫斯克已经拿了 现在拿了红军城 大家看到是杜尼茨克 就是在杜尼茨克再进去的 因为搞定了这两个红军城 和下面那个 那他们就会再向内陆来推进 那就是其实他们不只是拿着乌冬的那条香蕉 在地图的那条香蕉 还是向内陆来推进 其实是绝对是有进度的 不是说乌冬打了那么久 不是 俄军是向内陆来推进 上面哈尔科夫呢 也是向内陆来 就是最上面哈尔科夫 也是向下 也是向中心的内陆来推进 在打这个叫做 乌克兰的第四大城市 帝列百罗 哈尔科夫在下面 是在下跌的了 要拿地图来说 有时就 我们要知道一样东西 如果俄军拿了红军城 那他的推进呢 就不单止是乌冬地区的了 会打破这个格局的了 因为现在双方都急 为什么乌仔不论多少的死伤也好 他都要死顶在库尔斯克 就来讲数了 嗯 十一月 就来讲数了 他要多少筹码就拿多少 无论多少代价他都要做 就是在扎连斯基的立场 俄罗斯一样的 俄罗斯一样的 就来上台讲数了 有多少的筹码都要拿着 你想想一样东西很简单 就好像我们叫做港价 大家有没有港价 买东西港价 那通常 你当20元的东西 你想港到15元 那你开口说 那个价 预料人会还价 那譬如当20元的东西 你港到10元 然后当那个人说 你都七线的10元 买鬼给你 我虚钱的时候 才是真正正的谈判的开始 那好吧 12元 不买 13元 先想想 不要说了 15元 买买不买 算了 然后就假身离开 那就交易了 假身离开 就是我们讲个生活化 搞笑化的例子 当然这个是比较 幽默的例子 所以就是说 如果俄军攻下了这个红军城 其实呢 他将来的目标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 第四大城市 那里 就是 已经在贴近这个 底白涅河那边 底白涅河在哪里呢 其实就是分割出 就是乌东和乌西之间的河流 那这个底白城就是乌克兰的第四大城市 也坐落在这个底白涅河的中间 就是扎波罗尔的上方 是不是星星那里呢 我近视的 是的 但是我知道在哪里 就是在中间的位置 在大水库下面 明白 那就是这个 我又叫底白涅河 有很多不同的语音 那就是他的第四大城市 顺带一提 这条河的上游 其实呢 就是几乎了 就是乌克兰的上游 星星那里是基库 星星那里是基库 下面过多 下游就是底白涅 底白城 是的 过了那个类似湖的物体 就是整条河 你看到中间有一块特别大的 那里的对下呢 就是底白涅河的下游的方向 就是这个第四大的城市 其实呢 俄罗斯呢 现在的目标呢 就是要去到那一部分 那所以当大家 喂 埋桌讲数了 的时间 好了 这些地方给你了 这些地方给你 一人一步 这些地方给你 这样的时间 之前我们应该都很清楚知道 俄罗斯的底线是什么 你看看2022年 当时呢 俄罗斯说我们准备都跟你谈的了 这样的时间 两年前 但是底线你要知道是什么 就是乌东四周 那时候说已经 列入了 包进了俄罗斯的领土了 就是现在 橙色的这四个 即时投票了 是的 还搞了一个投票 说这些居民都可以投票的 然后后来 普京连任说这些都可以投票的 这个就是他的底线 我们要知道 那所以他现在 就再要打入一些 打入到去 刚才我们说到 底白城 底白聂河 他在交近乌东那一旁 有多少就拿多少 因为这些就是 上海港数会跌出来的 是的 那乌克兰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想在 富尔斯克地区 尽量拿多些筹码 来跟俄罗斯作出一个交换 近这个月俄罗斯推进得很快 那接下来还有九月十月 千到十一月 那战况也都会去到尾声 最紧致的时候 就是到最激烈的湖军的时候 通常战事参与完结 我们可以参考到一个例子 都是最激烈的时候 一方要打败另一方 是不是一定会做最激烈的行为 是不是 淡入十一月 烏冬那边战场上面的天气 就会正式全部都去到零下 所以很多人都说 那时候就很辛苦 打不了 可能就是那时候的资料 那当然 我自己觉得那些雇用兵 就不抵可怜 那些雇用兵 兜得钱就如了 是的 很多人说他们很可怜 其实是怎么说呢 人命当然可怜 但是他们的行为不值得可怜 应该这么说 那训练这帮雇用军人 以及背后的企业组织 就是那些欧美集团 那他们可怜 是的 还有很多这些顾用军人 他们 怎么说呢 他们都很好战 是 他们很好战 战斗的行为 是的 又或者本身是所谓的亡命之徒 就是重返 国际重返 那也同时担任雇用军人 是的 你有没有看过一些视频 就是有些西方的雇用军人 他们当可能是美国的那些价餐发烧友 平时没有机会 去到给他所谓一展身手 他们是喜欢透过参加雇用军 去拿那个快感 是 因为做固用军人没有厉害 你参政规军的话 每个东西都要有军纪 是的 守规矩 当然他们可能有很多是被人踢出军队 对 正式军队 所以他们就会透过所谓的这些机会 去到满足他们那个 我们都 欲望 是的 我想说的欲望 欲望的字是有野兽的欲望 应该这么说 再负面一点 那个简称 不过怕他这里敏感 所以来说 这些人 你说他可怜不可怜 这些军军 我觉得他的行为 不可怜 这个战事不关你的事 对吧 他不跟阿加纳那些 他本身都是俄罗斯人 对吧 阿加纳就是半官方 的爱国的固容军人 就是有些不同 那当然你说 那是不是 是不是个个都是斯文人 和心肠 很远 当然不是 做得这可能 就是少了少些幻想 做人 就是 你做得这一行的 全部都都叉叉 这样 那天天都见红的 那他们会是正常人 什么不通 那国家都需要 那些怪兽来 去摆起 摆起边境 维护自己 就是 看少些电影 会好些 不是个个 不是个个 都是 美国队长 那样 好像很斯文 很有礼貌 很有礼貌 他人很 很 臨自自 只要上到战场 才会 你上来 平时 就算对着女朋友 都是音声小气 这些是电影才有 没错 所以双方俄乌两军之间的豪道 暂时来说 应该就是以俄罗斯去领先 因为俄罗斯在乌东地区的推进 比较快 是快很多 起码它是在进攻 大家都在进攻 但是俄罗斯是有个推进 将战线可以推进到 乌仔停了 推进不了 停止了 不退也算是偷笑 接下来 我相信它会缩 因为 断水断粮 没办法 它现在在建立一些防御公事 已经开始谈论这些事情 谈论如何巩固自己的 所谓的战线 但是俄罗斯真的正在推进 刚才我们说的 好像没有什么抵抗 乌军在红军城那边 已经令到俄军都一度怀疑 为什么这个推进 这么快 是不是有陷阱呢 都一度有这样的怀疑 现在红军城仿余 一个所谓我们叫做突出步 就是突出了出来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 叫做突出步战役 是什么 那些东西很久之前 现在仿余 这个红军城的位置 你看到这个东西好像突出了 有一个突出步 俄军都在怀疑 这么純 是不是有陷阱啊 陷阱啊 对啊 但谁不知呢 又真是没有什么 又真是 只不过是乌军的主力 那些精蕊 去掉了附尔斯克那边 或者去掉了天堂 这样 真的 真的缩的 很多都已经文风先顿 离开这个红军村 然后就说 看看可不可以引他们进来 之后我们再找个方法 来包抄他 但是其实乌军根本就 人数极少 但是攻击去红军城的俄军 他是超过10万之数 所以 这些叫做自嗨 你算吧 你只有那 一万几千不够的人 你怎么去反过来 你引他们进来之后再包抄他 你一万几千人包抄成 超过10万人 这个真是很荒谬 你还要早点走 很多人都关心到另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如果持续了 已经两年三年了 这场战事里面 究竟乌克兰这个国家 还有多少个男人症 或者这么说 还有多少个战事 这个问题 我打算留下明天再说 明天我就做了一些功课 就是说到现在乌克兰的人口 或者大家更加关心的是 乌克兰还有多少个男人可以打仗呢 会不会像外界那样说 没有了男人 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或者他的战争潜力 还有多少呢 那就留下明天再跟大家说了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时间 就来到这里先了 那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了 好吗 那我们现在就去一去 我们那个东北之旅的行程介绍 有兴趣的朋友 就可以WhatsApp 在节目结束之前 就由我格仔来亲自介绍一下新潮民 来到11月20日至10月22日 为期13日的东北之旅行程 究竟我们所玩到的行程 究竟是什么呢 由于今次的东北之旅 是由我格仔亲自设计 所以今次的东北之旅所涵盖到的范围 并不是一般外面的旅行社所找到的 在这里容许我花点时间 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当中丰富的行程 首先这个旅程由于是我亲自设计的关系 因此今次的东北之旅 是比较着重于人民以及文化和风景为主 首先第一天 我们就会由香港直航去到大连 第二天就要准备正式开展我们的旅程 就先会去到位于中国和朝鲜边境的城市丹东 来看看在当年康美援朝期间被炸毁的鸭陆江大桥 在那里我就会事先预备定一张特意曬出来的照片 这张是一张黑白照 上面就记录着当年美军军机的炸弹 去到炸毁鸭陆江大桥的那一幕 我就会把这张曬出来的照片 就在鸭陆江大桥手持住然后拍下它 在参观完鸭陆江大桥之后 我们就会去到参观一艘军艦 这一艘就是由解放军已经退役下来的丹东艦 我们可以登上这架船作出参观 当中我也会亲自介绍到艦上的设备 以及相关性能 之后我们就会去到丹东市的安东老街 来体验当地的民族小市街 去到这里大家要留意 我们全程所入住的都是五星级标准的酒店 之后第三天我们就会去到另一个重头戏 就是丹东里面的抗美援朝纪念馆 在这里全面反映了 当时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 抗美援朝期间的那段艰辛的历史 以及如何利用到相应的战术 来到战胜到拥有绝对优势 武器装备情形下的美军 在这里我们可以完全回顾当年的历史 之后我们就要准备一段比较长的车程 因为我们将会进入到很出名的长白山 开始进入长白山景区 在经历完这段比较长的车程之后 我们就特意安排到 在当晚就进入长白山景区当地的温泉酒店 来感受一下长白山附近非常出名的温泉 究竟是怎样的样子 上面松一松个人 来缓解一下这一程比较长的车程 然后去到第四天 我们就会登上中国东北的第一高峰 也就是长白山上面的山峰 来远跳到很出名的长白山天池 在这里我特意选择了从长白山的北边 也就是北坡那里上 原因就是上北坡是最容易的 基本上来说就有圆区里面的环保车直达 就可以上到坡顶那里 进览长白山天池的风景 然后在看完天池 也可以上边游览一下 长白山景区里面的长白瀑布 小天池 陆渊潭景区 以及醉龙温泉群 之后我们就下山 到第五天 我们就会出发到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里面的延吉市 在途中 我们就会经过一个叫做大关东文化园的地方 由于长白山除了在历史上来说 遍布着朝鲜族以外 也有另一个我们相当熟悉的民族在那里居住 这个民族就是满族 而这个大关东文化园 在1200年前曾经是渤海国周府的所在地 也是满族祖先的法园之地 在这里参观到满族的大院 了解一下满族的民族文化 还可以在那里亲手参与到挖人心 来到你拿回家都可以 接着我们就会来到延吉市历史文化博物馆 作为中国的少数朝鲜族究竟是怎样的呢 要了解我们中国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就一定要来到延吉市历史文化博物馆 从中大家就会了解到 生活在中国的朝鲜族究竟是怎样的 也都了解到一段 其实朝鲜族在抗日时期 都对我们国家有莫大贡献的一段历史 及后我们也会去到中国朝鲜民族园 去那里听一听关于朝鲜族文化的故事 也都可以上面有兴趣的朋友 来穿一穿传统的朝鲜服装 来打卡拍一下照片都可以 去完比较古老的村落 当然就要出去一些现代的地方 我们也会参观到 位于边境的延边大学 当中有一个 全国现在都非常文明的网红墙 其实这里是延边大学的校园范围 从我的样子看上来 真是猜不到 到时一定可以拍一张漂亮的照片 之后去到第六日的时间 延边东方水上市场那里去看 在这个水上市场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传统的朝鲜美食 也可以看到在不出国的情形下 就仿如去朝鲜一样 感受到不同的二维文化 在延边东方水上市场这里 所带来的这种文化冲击 都令我留下很深刻的体会 再之后我们就会去到很特别的 位于中国俄罗斯 以及朝鲜之间的一个边界地方 这个边界地方我曾经在节目里也说过 现在来说东北缺少了一个 出到日本海的出海口 这个我们眼见都看到 只有一步之遥 但偏偏又出不到它的地方 就是今次我们将会去到的 桃门江口岸 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 俄罗斯与朝鲜之间 就有一条铁路大桥 刚刚就闪着我们桃门江的出海口 因此比较大小小的船 都不能通过桃门江口出到日本海 在这里我们记得 在出发之前一定要带一个望远镜 因为整个旅程包括这个景点 也很有可能可以看到 对面朝鲜的一举一栋 来解开一下这个神秘的角度 看一看对面朝鲜那边 究竟那些人在做什么呢 他们有什么布防呢 带着望远镜去看的话 相信会看得更加清楚 经过了这一日 位于中俄朝边境的旅程之后 我们在第七日的时间 就会回到吉林省首府长春 来游览这个魏满洲国的皇宫博物馆 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 末代皇帝溥仪在被赶出了紫禁城之后 就踏上了当时的日本 然后在日本皇军的墨距下 就成为了当时日本侵略东北的 一个魏满洲国的皇帝 而在这里我们就可以见到当时 魏满洲国皇帝溥仪 办公和生活的地方 也可以见证着当年 日本武力占领东北 当中他的罪恶 以及看到当时溥仪 这个魏满快女政权 如何卖国求榮 和扭曲的宫廷生活 在参观完这个魏满洲皇宫博物馆之后 我们就去到其中一个 这个独家的景点 这个独家的景点 是经由新潮民特意安排 不是人人都能入到的 一汽红旗文化展馆 顾名思义 这里就是展出了 我们经常在类似 阅兵式或者国家领导人 要出行的时候 都会坐上的红旗牌汽车 就会在这个文化展馆里面 看得一清二楚 揭开神秘的一面 这个景点平时一般人是进不到的 是经过我们的特意安排 才能够为大家去到这个景点 再之后我们就会去到长春 在近年有一块非常火红的打卡点 一般的旅游团就肯定不会来这里 讲的就是一个叫做 者有山The Hill 的一个造型很特别的商场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 它整个造型就好像仿照 一个古代的中国式建筑 依山而建的很多 旧风格古代的中国的店铺 就依山而建 造型相当之特别 拍照出来也是特别漂亮的 然后我们就会去到长春的地标 也就是有长春眼之称的摩天伦 来感受一下现代长春的一面 然后就来到第八日 行程另一个高潮也来到了 因为我们将会出发到辽宁的沈阳 在沈阳市我们会逗留三天 因为实在太多东西玩了 所以另一个高潮就将会掀起 一抵达沈阳的时间 我们就会来到参观到 全中国第二大的古建筑 这个就是沈阳故宫 沈阳故宫当时是住了 清太祖鲁尔哈赤 以及清太宗皇太极的一个宫殿 就在满清还未正式入关之前 两位清朝的皇帝 就是住在沈阳故宫 当然沈阳故宫 为什么是排第二大的全国古建筑呢 因为第一大的全国古建筑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猜到 其实就是北京故宫 所以沈阳故宫是排第二的 他也是中国关外唯一的一座皇家建筑群 然后在参观元北以后 我们就会去到张学良的少岁府 张学良作为 当年有东北皇之称的张作霖 也即是这位奉系军阀的领袖的儿子 后世人就对他的生平有煲有扁 在这里我们就能亲自看看 当年张学良在东北生活的痕迹究竟是怎么样 然后去到第九日 来得东北当然就不能错过 看这个很出名的东北府 这个行程也是我格仔特意安排给大家 现在就去到一个有别于动物园的 命名为怪波东北府园的园区里面 就来到让大家近距离接触半野山的东北府 这里的东北府就有别于一般动物园的东北府 由于它是半野山的关系 所以是特别精神特别威猛 够胆的朋友还可以亲手试一下 一尝亲手为东北府的滋味 然后我们就会去到另一个重要的博物馆 这个有大量珍贵文物的博物馆 就是辽宁省的博物馆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珍贵的文物 是非常值得一去的 其后我们就会去到一条非常有特色的街道 这个就是满清的一条街 它的外貌同样都是非常有特色 而且这条古街都是以饮食为主 就来给大家感受一下东北独特的饮食文化 当地文化究竟是什么 再之后我们就会去到 我们这个行政的其中一个重点 就是沈阳飞机航空工业的博物馆 沈飞航空作为全中国军事界 头两强的飞机製造中心 全国来说不是成都飞机製造中心 就是沈阳飞机製造中心 而今次我们也有幸来到沈飞航空博物馆 去了解我们中国的航空军事工业 由零去到今天究竟是如何演化过来的呢 而在这段行程里面 也有我隔仔来到亲自 去到沈阳飞机航空工业博物馆那里 为大家亲自介绍 因为我熟悉军事方面 尤其是解放军的装备 相信都会为大家带来 最直面的第一手资料 当我们看着战斗机的那一刻 我就可以亲自和大家说 当中的性能 当中的武器装备 也可以上面 传授更加多的军事知识给大家 然后我们也会去到 在晚上的时候 就特意安排到大家 去到参观沈阳市其中一个 已经是一个历史非常之悠久的市场 它就是叫做北市场 在近年也都因为 轻回复古的关系 所以北市场也都经过一定程度的革新 结合古今的文化 令到它带出别有一番的风味 好了 旅程来到这里的时间 我们要留意 在沈阳 我们会住在同一间酒店 是住三天的 那就不用大家搬来搬去 玩得这么贫朴这么辛苦 还要全程都是五星级的酒店 好了 去到第十天的时间 我们就一于玩尽它 参观的景点也是同日里面最多 作为工业种地的东北 其中有一样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当然就是铁路 我们就会来到沈阳铁路陈列馆 来看看当年全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地区 火车头的生产 不同型号的中国制造火车头 究竟它的数量有多繁多 一次就会在火车陈列馆里面 全部被我们看到 之后我们也会去到参观 《中国人永远的痛》 也就是这个918事变里面的历史博物馆 然后我们也会去到一个 位于当地比较有特色的教堂 由于东北地区 早在100年前已经是大量的列强 以及境外势力都侯住的地方 所以其实中国东北有很多不同 遗留下来的列强痕迹 我们都可以在这里见得到 有西方式的建筑 有俄罗斯式的建筑 也有日本风格的建筑 当然东北邻近朝鲜 再加上有我们自己属于中国东北的特别文化 因此我们全旅程所看到的建筑物 是形形色色的各种风格不同的都有 这个教堂就是其中之一个 当然去完这些比较西式的建筑之后 我们当然要看属于我们中国的建筑 之后我们就会去到北宁公园 北宁公园是什么地方 这个就是清太宗皇太极 以及皇后的一个灵墓 也是清初关外三灵里面 规模最大气势最宏偉的一个 现时是全国重点文明的保护单位 再之后我们就会去到第十一天的行程 就会来到其中行程里面的一个国家级5A景点 本溪水洞是目前所发现的世界上第一场地下冲水溶动 也都被誉为北国一宝天下奇观 亚洲一流世界罕见 以上绝对没有夸张地说 因为它的中雨石奇峰多达上万个 绝对是只此一家 在这个世界都很难再找到有第二个 由于大连复杂的历史背后 在这里同样地就有我之前所说到 很多不同风格的建筑 我们第一时间去到大连的时候 就会先看这个俄罗斯的风情街 再看看有没有时间去到旁边附近的日本风情街 之后去到第十二天 就来到旅程的另一个超级高潮位 大连这个地方之所以在历史上 成为冰家必争之地 就是因为大连的旅顺港口 这个军港 它拥有得天独口的独特战略位置 所以在这个旅程里面我特意安排到大家 去到参观大连的旅顺港军口 首先我们就会去到旅顺的潜艇博物馆 来到去亲身登上一艘退役了的解放军潜艇 这个机会我相信 不是到处都能够拥有 可以登上解放军退役潜艇的机会 然后我就会带领大家去到旅顺港军口附近的一些地方 去到亲身看看在现场所停泊到的解放军现役军艇 当然我们就要看看好不好幸運 幸運的话分分钟 还会看到解放军最新最大型的驱逐艇 即是055大驱 不过不幸迹的话 我们都可以起码看到 现役的解放军主力蓝籍 例如是052D的中华神盾驱逐艇 以及是054A的大型护卫舰 相信在那里都应该能够捕捉到现场的身影 连同多艘不同类型的解放军蓝籍 希望到时我们就愈见愈多 我在现场也会为大家去到亲身解说 这些军蓝的性能以及它的用途 连之后我们就会去到大连的自然博物馆 当中这里的行程重点就是 有四条同等大小的鲸鱼模型 就来给大家零距离感受一下 究竟鲸鱼作为全世界最大的生物 如果放到在我们面前 究竟会有多震撼 当中就包括到抹香瓶 蘇瓶 以及一些怪鱼的模型 也会来到零距离在大家面前出现 那种视觉的震撼 是很难在这里形容的 之后我们就会安排到大连的海昌东方水城 这个充满着俄式风格的一个建筑群 就能够去到这个充满俄式风格的地方 参观或者拍下它的夜景就对了 当然也有人说 贯穿这个城的一条河 相当有威尼斯的风格 那就见仁见智 总之那里的景色 夜晚看就对了 之后大家临走之前 去到大连商业街那里 大肆shopping买手信 并且吃一餐好的大连海鲜自助餐 再睡一晚好的 接着就去到第十三天 在这一天 经过一轮早餐之后 我们就正式 就会从大连直飞飞往回香港 就来到结束我们的 今次东北十三天之旅的行程 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 整个的行程也有我格仔陪同大家随团出发 做大家最熟悉的一个团友 来陪大家玩尽这十三天 如果大家对以上的行程有兴趣 就不要想了 快点WhatsApp过去 加852-6828-7447 再说一次 是WhatsApp加852-6828-7447 联络这个WhatsApp去到查询行程 报名 希望到时就见到大家 和我格仔玩尽这十三天的 东北之旅的行程 那好了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就来到这里 临结束之前就提提大家 记得订阅新潮民频道 新潮民2.0频道 和我们的Facebook专页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来到这里 拜拜 好 感谢您的节目 请订阅新潮民族